斗罗大陆中十大最强女角色排行 女主小五只能够位列第五 比比东并不是最强的 第十位柳二龙 柳二龙作为蓝店霸王龙家族的一员 武魂是变异的火龙武魂 当初跟玉小刚和弗兰的三人 并称为黄金铁三角 出场的时候是八环抢东西的战魂斗罗 为人极恶如仇 并且脾气非常的火爆 是一位经过不让须眉的女子 作为老一辈的天才人物 柳二龙也足以排得上 女性强者名号了 毕竟在年轻一代的史莱克成长起来时 魂斗罗级别的女性也是非常少的 第九位宁容容 宁容容虽然是一位辅助吸魂师 但却是年轻一代的天之骄子 并且在武魂进化为九宝琉璃塔后 第八和第九魂技的防御力加成 可谓是极其变态 即便是封号斗罗也难以破开宁容容的防御 虽然没有太强的攻击性 但至少宁容容也获得了九彩神女的传承 最后成功升入神界 第八位 灵渊斗罗 此人是武魂殿的一位长老 武魂灵渊是一种火属性的飞禽 实力是92级的强攻系斗罗 在猎魂行动中首次出现 跟随比比东在星斗大森林中 挥掉天津牛莽和泰坦巨猿 并且他还偷袭过七宝琉璃宗 杀掉了不少七宝琉璃宗的族人 还砍断了剑斗罗成心的右臂 所以看出灵渊斗罗的实力了 最后灵渊斗罗也因为急功近利 死在了大明和二明的手中 第七位 海魔女 此人是居住在深海的人鱼一族 修炼天赋也十分的出色 是94级左右的控制系统封号斗罗 也是海神岛中海女圣柱的守护者 更是有度新数值的强大的能力 早年在武魂殿进犯海神岛时 跟其他的圣柱斗罗一同对敌 消灭了2000多位武魂殿的魂师 在史莱克七怪前往海神岛考核的时候 作为考官出现 是实力非常强大的一位女封号斗罗了 走了大陆十大最强女角色排行 第六位 朱竹青 作为主角团之一妹子 朱竹青自然也是有朱多多的加持 无魂幽名灵猫 跟戴木白的弦猫白虎可以进行武魂融合 作为敏攻系的战魂师 朱竹青也是史莱克七怪中的一位进攻型选手 并且朱竹青也成功晋升到了封号斗罗 虽然第八和第九魂迹并未爆出 但是实力却也不俗 传承了二级神之速度之神 在第一部中也算得上十分强大的女性之一了 第五位 小五 作为作品中的女主 小五本体是十万年的柔骨兔 在化成人形后需要重新的进行修炼 跟唐三一同经历了许多的事情 最后成功走到了一起 不过中间献祭过一次 在唐三完成海神岛的考核后 小五被复活 她的实力是史莱克七怪三位女性中最强的 毕竟十万年魂兽实力还是有的 早期更是不断的越阶对敌 虽然作为魂兽无法获得神位 但小五最后也有着二级神智的实力 当唐三分担神位后 实力更是可以达到神王 不过抖罗大陆的故事中 小五的实力也只能在第五位了 第四个 波赛西 作为海神的护盗者 波赛西也是99级的强攻系战魂师 有着海神代言人的称号 在海洋中波赛西是无敌的存在 更是被成为了无限接近于神的人类 可以说在抖罗大陆中 即便是比比动在海洋领域中 也无法将其击败 不过波赛西为了帮助唐三打开成神之路 从而献祭了自己 好在海神让他获得了不死神魂 永远的在一起了 而把波赛西排在第四位的原因 还是他受到地形限制的因素比较多 如果在天空和陆地 波赛西打不过其他的几位99级斗罗 斗罗大陆中十大最强女角色排行 第三位 千任雪 作为比比东和千寻姬的女儿 千任雪同样是一位天之骄子 不仅先天暖魂力20级 后期还获得了天使之神的神魂 成为了唐三时代中 守卫成神的人 如果不是对唐三心存测影之心 恐怕早已经大结局了 而在双神之战中为了救母亲比比东 千任雪选择了自罪神魏 即使不再是天使之神 不过千任雪的实力 也依旧不是普通人可以比拟的 第二位 比比东 作为武魂殿的末代教皇 比比东不仅也是双生武魂 更是凭借自己的实力 解决了双生武魂环环附加的负担 也是在唐三成为封号斗罗之前 最年轻的一位封号斗罗 更是最年轻的99级巅峰爵士斗罗 本来比比东也获得了一级神之罗刹神的传承 但却受到了罗刹神闲念的干扰 从而走上了歪路之中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恐怕比比东已经和自己女儿牵任雪飞生神界了 只能说比比东不是主角 所以才导致了最后陨落的结局吧 第一位 千语涵 其实此人并不是原著中的角色 而是动漫原创的人物 不过虽然是动漫原创 但千语涵的设定是初代的天使之神 更是第一个成神的人 年轻的时候还跟海神波赛动视一对 这个设定无疑是让千语涵可以作文斗罗大陆最强女性的存在 他要比千语雪的天使之神更早 也是唐三在神界中 第一个敌人 为了给千语雪报仇 而追杀唐三 他跟波赛动都是当初斗罗大陆中 最强的爵士斗罗 又是作为比比东他们的前辈 位列最强也是无疑的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观点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最后 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小妹啊